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 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这个星期六很紧张 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就要进行投票了 早上投票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开票 所以很快很快 我相信大概也许 五点六点结果就会出炉 当然这次的选举呢 可以说是我们上一次谈过嘛 选到我用了一个这个 成语叫轻痛愁快了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选先倒数这个轮廓 胜逊的轮廓有没有浮出呢 感觉上还是有点混沌不明 但是最近看到有几位 兰茵的县市首长表态了 那么他们挺的是朱立伦 那么另外一个指标 韩国瑜的人马李四川 也表态挺朱立伦 但是另一头 现任的党主席江启臣打脸 江启臣说他有跟韩国瑜通过电话 韩国瑜是保持中立的 以及最近最新的是 国民党的新竹县长杨文科 也表态了 那他挺朱立伦 他说张亚中他觉得比较偏一点 但是当然这个此刻的民调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公布了 因为各家的民调呢 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准 而且在选前公布民调呢 我们也不希望造成一个 带风向的一个感觉 我们还是保持中立 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当然第一个 我们要谈到这个蓝军的焦虑 蓝军基层的焦虑 事实上这个党主席的选举 时间到了大家行礼如鱼 那么目前国民党看起来呢 气氛低迷 因为确实民进党虽然执政 虽然政绩很差 但是它的手段确实是很高明 选举也很会选 所以这个蓝军在立法院 比人也比不赢嘛 比拳头也比不赢 比口水也比不赢 然后又有疫情这个肆虐 所以确实是处境艰难 但当然啦 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的疫苗政策实在是荒腔走版 再加上各式各样不接地气 还有一些台湾所谓的插话 民进党的惊惧出炉 让台湾民众呢 煽起了满满的怒火 但是这一些呢 会不会化成一个选票 回到蓝营的阵营 也不一定 那么明年很重要 这个县市首长的选举又要举行了 同时还有县市议员 母鸡带小鸡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党主席的角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要负责几个工作负责筹款 负责党内的一些整合 派系的一些整合等等 另外呢他要带领整个百年大党 希望呢能够收割民进党的政绩不好 能够一举呢这个打响士气 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先请这个杰老师谈一下 蓝军此刻真的是心里 弥漫着满满的焦虑 同时我们看到过去这场选举蛮冷的 但是在这个张亚中参战之后呢 感觉上选情烧了起来 那么张亚中呢感觉上 他的论述在蓝云当中呢 他算是比较激动的那个 所以呢他的相对的 他的这个支持者 也都非常的激动 积极的表态 当然我觉得积极的表态 让这场选举热起来 这是一件好事 总比这个选民啊 支持者冷冰冰要来得好 那么最近国民党内的这个罗志强 也就是马英九以前的这个重要的幕僚 他也表态 而且他写得非常非常的直接 在他的脸书上 总结几句话 他说呢我敬张亚中 敬重的敬 我敬张亚中 但是我更爱国民党 那他说他跟张亚中老师素无嫌隙 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他也很欣赏他的各项理论 但他认为理论跟实物是两回事 现在有人这样形容 国民党的基层 好像闻到了一股亡党感 过去国民民进党喜欢操作 所谓的亡国感 那现在呢 国民党内是所谓的亡党感 根据您所接触到的一些 国民党支持者还有这个蓝银 大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危机有这么的迫切吗 其实这次不是选 我认为基本上不是选情 比较激烈啦 我觉得是国民党本身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国民党的文化有个变化 国民党在这次选举前 摆明就是一只病猫 而且病得蛮重的 尤其我讲主要党中央 我不是讲这个地方 地方的话因为每天跟群众在一起 党中央是相当相当的 怎么讲呢 让很多人蛮失望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反对党就是要攻击 反对党就是要攻击这个执政党 那执政党做这么差 结果我听了很多基层声音就说 为什么我们党中央不硬起来 跟民进党好好角逐一下 做好反对党 所以整个党中央给他感觉 不够积极 战斗力不够 可是这次选举我觉得 把国民党让大家觉得还有希望 也就是说很有战斗力 战得很漂亮 就是内斗比较有战斗力吧 就是说起码他还有这个体力 不管他内斗还是问题 可见国民党有问题 为什么 他就是说在外斗的时候 他身上有肌肉 体内有精力 他都发不出来 最后一内斗的时候 通通发出来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大环境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跟民进党不能来文的 要来武的 以前你想想看 如果是主客异位的话 民进党早就跳上桌子了 早就万人大游行了 早就各县市发动什么串联等等 但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办法群聚 所以国民党大家都说 国民党要走上街头 但是走上街头 你就得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万一疫情散播开来的话 这样不得了 国民党会成为台湾的罪人 所以这个疫情确实让国民党 可以说是绑手绑脚 对不对 对 可是国民党其实是这样 其实国民党现在以台湾的地方政府来讲 几乎都是国民党在主政 而且做得也有声有色 而且做得非常好 而且地方这个 所以就提到刚刚讲亡党感 我觉得不会亡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基层非常声音非常 这个基层 基层并不是谈太多这些大道理的 基层是看你的服务 看你的效率 看你的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民间的需要 基层是天天跟民众在一起 不管是地方首长的选举 地方首长的经营非常重要 第二个地方民意代表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现在的地方的立法委员 他都是单一选区 他长期跟一个选区 你会不会选上跟你这个选区 你有没有经营好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次党中央的选举说会造成 国民党的这个亡党 我觉得是有一点言过其始 而且我觉得党中央是应该要有一个 政策大辩论 一个能不能够激发起起码党员 社会的热情的一个力量 这次我觉得选举展现出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大家还是很关心这个党 最怕就是说大家都怎么讲 都是说已经都没有热情了 就是说哀莫大于心死 对于国民党就已经不关心了 疏离了 所以疏离党员特多 所以很多就失联党员一大堆 很多人一讲了半天 对国民党期望运太多 他说我已经没党籍了 我已经不参加了 那这就是问题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选举 让大家 我觉得这次投票率很高 我觉得就是说真正会觉得 这会有点不同 我们又有一次选择了 选举最怕没有选择 选举如果出来都是没选择的话 那大家就不会去投票了 那如果这一次我觉得 投票率现在看起来 大家都预测会比较高 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说 大家可能很多人认为说 我这一次这一票下去 可能会让国民党 会跟以前的国民党不同了 如果说以前投票说 哎呀我投不投都一样了 反正都是一样 就是这样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党就有病了 就我说就是病猫 就是病在这里 齐老师讲到投票率 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将启程胜选嘛 他是国民党百年以来 第一位最年轻的党主席 50岁不到 他当时的得票数呢 是84,860票 才8万多票什么概念呢 大概台湾我们看到 这个是林万华一位 这个立委的票数 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当选了 因为他是党内部的一个投票 但是因为这个去年 因为大家知道嘛 这个民进党执政 然后国民党这个败选等等 所以士气非常低 国民党的投票率 只有35.85% 好低啊 三成五创下了史上新低 当然也跟这个国民党 确实老化很严重啦 我们上一集讲过 40岁以下的国民党的党员 只有3% 实在是太老了这个党 那这次选举呢 意外选出个大天坑 我们刚刚讲 本来选情很冷嘛 在张亚中的参选之后呢 选情整个热了起来 但当然啦 听到很多绿营的冷嘲热讽 说这个啊 谢谢啊 国民党对我们民进党真好 就是说如果说张亚中胜选的话 民进党就万年执政的概念 当然张亚中他本人不以为然 他觉得民进党最怕的是他 那另一头我们看到 越接近选举 我们刚刚讲到蓝营的焦虑感 特别是因为明年是 刚刚介老师说地方的选举嘛 那地方的选举 我觉得有一点 这是很多人的一些蓝营的论述 因为在这次张亚中的参选之后呢 等于是说这场国民党的选举 它的主轴呢 就变成两岸的辩论 两岸政策 两岸定位的辩论呢 可以说是成为主要的一个主轴 打败了其他的一些细节的一些辩论 民生上的一些实物等等 但是通常在地方选举的时候呢 比较不太去谈两岸的一些东西 就是领导人选举才会去谈的 所以以张亚中这样的一个强调 特别去把它着重在两岸部分 可能会对于明年的 国民党的地方选举造成不利 因为太早把它丢出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嘛 党内的整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各地方的诸侯 各地方的派系等等 需要一个战功标柄 有战功的人 有威望的人 有资源的人出来整合 那么张亚中呢过去 其实严格上讲起来 他算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是一位大学教授等等 虽然他是教政治的 但是这个理论跟实物 很多人认为有点差距 最重要的是 他可能在国民党内欠缺战功 所以他要去整合的话 这派系会听他的吗 他手上有什么样的资源呢 那当然另外呢 所以今年大家把这个 所谓的激进亚中 张亚中激进亚中 还有朱立伦平淡 很平淡的朱立伦 激进亚中跟平淡的立伦 两个人好像民调在拉锯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 一个江启成 这个江启成呢 最年轻的这个党主席 那他的连任呢 也因此造成了一些危机 当然此刻呢 这四位都非常的努力 还有一位是卓播源 江启成是国民党籍的 前张化县长 那么张化我们知道 他也是一个农业的大县 他的葡萄非常的好 所以他对农业问题呢 有相当的涉猎 不过在这次选举当中呢 感觉上他的声量比较低 这个江启成是现任的党主席 他在争取连任 那么朱立伦呢 他也曾经当过 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么张亚中呢 我们看到他是一位 这个学者型出身的这个 现在他希望能够参选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你怎么看待 当然我们不去预测最后的输赢 但是我想 因为您也是国民党党员嘛 你也曾经参与过 国民党的基隆市长的初选 您觉得这个输赢出来之后 你觉得国民党的党员 应该要怎么看待 我觉得国民党会很快 团结起来 因为国民党现在没什么好分的 现在真的国民党就是说 手上的真的是资源很少 一定是大家现在都要认清 大家都是反对党 先要做好反对党 那我觉得我看这些候选人 我主要在看谁有提出 怎么做好一个反对党的内容 因为国民党一直有一个大问题 我们很多党员在谈着 我们到现在还是执政的心态啊 还认为自己在执政啊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江山 还谈什么呢 你现在是要把江山抢回来 那你就看这些 看我们的主席 他第一要认清我们现在的党 我们还是一个反对党 要反对党要对执政党 要有强烈的进攻的欲望 要有强烈的怎么样 要强烈为了人民来监督 这个在这边非常非常 这个倒行逆施的执政党 民众一定看 你反对党都做不好 你还想做什么执政党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 民进党 国民党不管怎么样 现在很多人要放弃一个心态 这个心态就认为自己 我现在还是执政党那个心态 然后呢还认为我一定可以执政 没有天象掉下来的馅饼 一定要靠什么 你要把这个执政党 做好你的反对党的工作 人们才会把他的信任放回来 那提到就是说现在就是说 候选人之间的啦 我是觉得就是说 当然彼此会攻击啦 攻击啊那亡党感啊 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说 会认为选举会失败 其实我有一个哲学 因为我念了易经 还有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道家的哲学 这个也就是老子的哲学 易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易经的最高境界叫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 群龙有首的时候 常常是这一个局面 都被束缚住了 因为为什么有一条龙 它常常要去束缚别人的 别的龙 群龙无首的时候 都是龙 现在国民党都是龙 你要真的要搞一个 什么我要一个什么 极强的党中央 极强的这个 反而不利于我们现在 国民党在地方上 每一个在这条小龙 它发挥的空间 我们现在很大的 我们要乡村暴卫城市 你就不能够在你这个上面 还讲说我要来领导 你拿不出资源对不起 就让地方自己去做 因为选举胜选要有资源 要有很多实际贴近地方的 那这个时候我倒觉得 反而是好事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说一定要说 要有一个定于一的 一个思想或怎么样 我是觉得在现在 对国民党来讲 那反而是分裂性大于团结性 那要有包容性 也就是说各种声音都要 要能够存在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 大的一个政治的团结 你要看不同的声音 能够在党里面都可以 发得出来都能够怎么样 都能够还各得其位的话 那各种力量才会认同国民党 那你一定要说 国民党过去就是怎么样 一定定于一 然后这个一又变成什么 它不是一个阻力 反而变成一个阻力 反而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 真的是让我看到 让国民党看到的一线生机 真的看到一线生机 而且这一次我的预测 这一次的投票率会很高 因为过去我看江启臣那次 是35.8 因为国民党的 选民结构有三层 我自己参与过 我的颜本 三层大概是组织性党员 那说更串点的 就是人头党员 70%是怎么样 是还有极高 对党还怀有极高理想 跟极高的奉献心的这些党员 要不然他不会保留党籍 然后去缴党费 然后出来投票 那我觉得今年 这个可能投票率 我预测不是五成 我认为是五成五以上 真的吗 我觉得会这么高 会五成五以上 那这里面就变成 就是大部分的 就是说这些自主性党员 对党的未来 觉得有希望的这群人 我觉得会站出来投票 然后呢 为什么会站出来投票 因为他们这一次 终于发现这次选举 他们有机会能够 替这个国民党 带来一些改变的机会出来了 像过去的话 再怎么选拔 我投票跟不投票差别不大 这次就说我投票跟不投票 真的会带来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次选举 我认为这次 我的预估是五成五 甚至更高 甚至更高 我觉得介教老师 是一个蛮乐观的人 都可以用 比较温暖 比较光明的角度 去看待一些事情 其实民进党那向来有个理论 叫做冲突妥协进步 对对对 他们叫民主进步党 进步是他们的理想 但是冲突是一个手段 所以冲突是必要的 所以在过去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大家看到 民进党的冲突的手段 非常非常的粗暴 跳上桌子 已经算是温和的 直接打人耳光 直接诉诸暴力等等 虽然当时台湾社会 很不能够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一路走来 它也成功地夺取了政权 两次政党轮替 蔡英文又进入了 他的第二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杰老师讲的 非常非常的对 就是说国民党恐怕 因为百年大党的身段 真的是要拿下来了 应该要学学人家民进党 冲突是必要的手段 怎么样的冲突方式呢 能够维持过去的党格之外 能够有效地让台湾民众 看到国民党的果断性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 比较大的危机 就是年轻人没有感觉 我看到PTT上 台湾有个八卦版 很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PTT上有个年轻人 他的一段话就把它截下来 我觉得讲得很有趣 他说看了国民党 四个人的辩论之后呢 他的结论是 我阿公讲故事比较有趣 他觉得不如回家听 他阿公讲故事 那确实啦 当然这个政治这些事情 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 所以国民党当初 江启臣的胜选 很多人对他有比较高的 一个期待 他这么年轻 但是到此刻为止 国民党还是对年轻人 对国民党无感 所以接下来 不管谁当选 这是恐怕要非常加把劲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